通邮以后 我们两岸邮件的风发局 已经增加到15个 两岸邮政的服务种类 也是在不断丰富的 服务质量也是不断提升的 双方的邮件总包 都是通过航空跟海运 直运到对方的邮件风发局 置地时间快的话两天就到了 晚的话三天四天都到了 两岸直接通邮这十年来 我们的业务量也是非常显著的 十年来了 我们两岸直接通邮 观光韩建4927登 折合我们的韩建数就近一亿风信了 这是一个数 第二两岸的邮政包裹和快递的总量 大概有一万五千多灯 确实是大大推动了两岸民众情感的交互 促进了两岸经贸交流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说明